北京时间9月28日,CBA联赛官方公布了体能测试的结果,32名参加体能测试的球员,有8人未能通过测试, 他们将在五轮联赛之后接受补测,这意味着他们将屋檐前五轮的CBA联赛,这其中,包括征战亚运会的王哲林和田宇祥,这对福建队和八一队来说是个损失,2018到2019赛季CBA联赛的体测还是采用抽签的方式,来决定参加人员,每个队抽两人参加。 本次体测,辽宁队和北京队由于特殊原因没有派人参加,他们被抽中的球员会进行补测,参加体能测试的32名球员里,有24人顺利通过, 这其中,苏若宇、吴科、张春军、张彪等人都是CBA各队的主力球员,通过体测后,可以正常出战新赛季的常规赛,未能通过的八人当中,参加了亚运会的王哲林和田宇祥在列,体能测试有三项,折返跑、高强度投篮和力量测试,总分要达标才能通过测试。 王哲林在折返跑的测试中虽然通过,但是他已经消耗了很大的体能,结束折返跑后甚至直接吸氧,28日上午的高强度投篮,王哲林27投实重,没有达标无成绩,之后的力量测试,王哲林也就不用参加,王哲林未能通过体能测试,这意味着他将缺席新赛季前五场常规赛比赛,无论之后再进行补测, 争取拿到上场资格,这不是王哲林第一次体测不过关,2013年他就是通过测试才拿到CBA上岗证,与王哲林一起没通过体测的还有八一的后卫田宇祥,田宇祥因为赵继伟的受伤,搭上了亚运会的末班车,他的体能应该不成问题,体测的关键是投篮和力量,田宇祥没能过关,遗憾缺席前五轮联赛。 此外,广东千夏的新兴万圣围也没有通过体测,投手贺希宁的问题,也出现在这反炮上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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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